1984年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 分组赛局数1比3输给美国 决赛时再遇 中国就以局数3比0赢美国 重温中国女排主攻守郎平 当年回到北京之后对那两场比赛的看法 第一场的时候看见的是 中国女排经常在领先的时候输球 你当时性情怎么样 你说是对美国队第一场 我感觉那一场我们打得比较拘谨 总是希望赶紧把球赢下来 所以在我们领先的时候 对方就是美国队追上来以后 心情不太稳 有些慌张 所以导致了局面 那么说第二场为什么赢得那么轻松呢 那么我们第一场吃了这个亏了 回去肯定要总结了 那中国有句俗话 吃一嵌长一智 那不能从我今天在这摔了跟头 我明天还在这摔跟头 那我就要聪明起来了 我们也会总结出一些有意的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